玉林菜是一种铜碎的古早小吃 是成都人民和跑腿都要吃的马肺片 还没开门吗 就卖完了吗 他们还没找门啊 他们还没找门啊 他们有一些时间 他们都太多了 肯定吃个吃一吃 一拨三折 才会对美味有更高的期待 比如八点半 马肺片还没开门 十多分钟后再看 一是排成长龙望不到头 排队过程中 专业老涛指点我们 碎片和牛肉咱都得来点 大麻辣的好 师傅 大麻辣的好 碎片 最不碎片 很多点了 还没有最少的 这样的时候就吃了 对 这好吃 它怕螺 但是那个味道入进去了 它很理直的这个就是 汁好吃 它这个卤的牛肉也好吃 但切不嫩 排了20年队的马肺片 总带着点神秘的色彩 马肺片二代发言人 马里说 哪有那么多的秘密 牛肉切剥了 它的口感才好 它的这样就是滑杂 这个是两拌牛肉 两拌牛肉呢 主要就是不能用茄子牛肉 它就必须要净瘦肉 它这样子才不会拌出来 才不会散 一般滷牛肉就是要用 煎子牛肉 就是那只芝麻红牛才有 其实我们所有的菜 没有秘密的 你只要不乱添加 然后本色 本味 那么出现的味道 自然而然 你都能吃到它 牙齿有牙齿的味道 兔子有兔子的味道 牛肉是牛肉的味道 你牛肚拌出来的肥片 就是牛肚的味道 人家就觉得这个东西 吃得不得怪味 它就加上你的佐料过后 它就很香 这就是串通的味道 红味 这是老马家 能在御林菜市场 二十年屹立不倒的原因 也成就了吃货们 趋之若鹜的舌尖美味 现在老板要马上放冰箱 五十一份 这是撑的一份的 一份是你的哈 你先撑 第二个给你撑哈 撑头的哈 你是跑出来买啥子呢 买这个啥子 清蒸肥片吧 宽窄行之类的 它加了十块钱小费 两半斤牛肉 一百零四块 甜不甜 甜 在这里住房子住 天天就来吃这家 现在我对好吃得很 现在我没住这 然后全面跑过来买这个 不管走多远 只要回到御林 马肥片是必须重温的 美好回忆 只有这个地 只有这个地 只吃一家 这都是亲戚吗 亲戚保护 自己不投的吗 我们表锅就是只管拌餐 什么都不贵 三年二十九年来的 我们娘就是只管收起来 我们这个锅就是只服在这边 鸭子兔子 这一块我期待它不贵 哦它就是墩子 切牛肉开鸭子开兔子 我是全人 哈哈哈哈 就是说也给大家带来了美食 也让我们有点饭吃 兄弟知名信有点饭吃 也是我们的工作 拍摄完毕后 坚守御林二十年的小马哥 顺便给我们解锁了 御林菜市场里的 隐藏菜单 距离马肺片四十米左右 有一家正宗军吞锅盔 切开的白面锅盔中间 自然开口 是接纳马迹肺片的完美容器 这个肺片又软又糯 坐在玉盆中太幸福了 这个肺片我也可以吃饱二十年 最成都的味道 最成都的生活 离开明亮的柜台 冰冷的标签 菜市里商贩的吆喝 拥挤的走道 以及菜市场独有的味道 汇聚在一起 让这个遍布大楼大厦的 钢筋水泥的城市 留存了浓烈的人情味 同一种蔬菜 不同的商贩 同样的价格 不同的情意 这个浓缩了社会百态的地方 熟悉你的生活 却带着恰到好处的距离 这是菜市场独有的特质 是精畏分明的现代商业 所取代不了的人间烟火 更是卸下厚重的生活负担后 抚慰内心回归初心的良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